看见儿子成了冰冷遗体 似着母亲跟在后头裤道 气不成声 在旁人参扶下才能往前走 泰南永康三号发生坠楼事件 但死因惊爆不单纯 恐怕遭到他杀 时隔一年没见 遭伤才跟儿子通话 想不到进城了最后对话 但警方发现 平常是超商店员的 三十岁定性男子 生前曾和另一名男子 一起进去大楼 二十分钟后就发生意外 原本以为是亲生 但惊讶发现 坠楼当下陪同的男子 同时冲出大楼 搭乘朋友的机车离开 一点重重 母亲透露他们家住云林台西 儿子因为债务纠纷 离家赚钱意外发生后 才知道儿子到永康小顾家借住 没想到一夕天人永隔 眼看下周旧式母亲节 妈妈哭断肠难以接受 监视人员到场踩正厘清 发现案情真的不单纯 这名死者除了坠楼造成的 这个伤势之外 那身体其他的部位 还有一些可疑的伤口 所以全案朝 踏杀的方向来侦办 警方掌握逃离现场的男子 权力追气 逮到三男二女 共五名嫌犯 权力厘清这离奇的坠楼命案 记者陈正茂 黄玉兰台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